本土疫情波及到不少幼童 现在还出现了国内的首例 严重后遗症的个案 台大医院小儿心脏科主治医师 林明泰指出 有一名10岁男童 4月底确诊轻症 两天之后痊愈了 只是没想到一个多月之后 却出现了儿童多系统发炎症候群 MISC 紧急被送进了家户病房治疗才救回 也坦言有医师说了 前两年台湾防守的很好 这种病人是一个也没有 不过如今是要打仗的时候了 有专家也提醒家长 MISC在发病前并没有征兆 通常在染疫后的2到6周会发现 如果出现了发烧 腹泻 起疹子等等情况 就要立刻就医 儿童打新冠疫苗 不只要防确诊后并发重症 还要避免出现严重的后遗症 国内出现首例MISC 儿童多系统发炎症候群的个案 一名10岁男童 他在4月底确诊症状轻微 两天后就痊愈 但没想到一个月后 5月28号到31号期间 开始发烧腹泻 淋巴结肿大 还出现红疹 手脚肿胀 6月1号血压不晚 被送进家户病房治疗 医师研判是多系统性发炎症候群 所幸经过5天治疗 病况已经稳定下来 还有医师说 前两年台湾防守的很好 这种病人一个都没有 但如今是要打仗的时候了 某些体质特殊的儿童 在差不多过了一个月以后 体内产生一个很强的发炎反应 那这个发炎反应 影响到两个以上的器官 而且有一些会影响到心脏的冠状动脉 冠状动脉如果塞住的话 就是心肌梗塞 那是有生命危险的 医师吴昌腾也在理演书表示 MISC临床表现会烧到39到39.5度 合并多系统的炎性症状 发生时间大概会在染疫后2到6周 临床症状可能会出现呕吐 腹痛腹泻出现皮疹 手足至端肿胀 有超过三分之一的病童会并发休克 根据国外统计MISC的发病率 在阿法株流行期间 每10万名确诊儿童约有54.5例 虽然乌孔流行期间降到3.8例 但因为它并发症高 冠状动漫异常的比例约有 10%到50% 也有1%到2的死亡率 因此千万不能轻忽 谁在一个月之后会产生MISC 我们现在是没办法预测的 多系统发炎性症候群 会再大一点的孩子 可能是5到15岁这个年龄层 医师林明泰也在脸书发文说 一直苦口婆心 全家长带小孩打疫苗 是给予孩子们最重要的保护方式之一 这波的本土疫情何时会降温呢 医师沈正南认为 上周就已经达到了疫情高峰 因此他推论说 死亡的高峰也过了 不过也有医师认为 6月底到7月初 疫情的高原曲线才会往下走 而前疾管局局长苏一仁提醒 疫情高峰将在7月告一个段落 不可能再次清零 而他最担心的是 国内有不少人只接种了两剂疫苗 保护力只能维持到今年的冬天 就怕到时候疫情又会捐组重来 本土疫情快要退烧了吗 医师沈正南分析 全台新增确诊数在上周达到高峰 他推论死亡高峰也过了 因为新增高峰已经过了一个礼拜 不过也有医师认为 现在还是疫情高原期 6月中旬到7月初才会明显降温 不过网刃嫌疑师认为 台湾染疫黑数多 确诊人数只能变成参考用 中重症及死亡个案 是研判疫情趋势的重要指标 前机关局长苏一仁指出 疫情高峰将在7月告一段落 永远都不可能再次清零 他最担心的是国内有不少人 只接种两剂疫苗 保护力只能维持到今年冬天 就怕到时候疫情又会卷土重来 而且年长者的死亡率 是否会再升高 也需要再留意 是否会一波接着一波 专家看法不同 守住死亡率万分之十的防线 是防疫的最大要点 接种不到 双北疫情新增确诊人数下降 台北市高中以下的学校 从今天开始恢复实体课程 不过教育局表示 如果快筛阳性或是PCR确诊 以及同住家人确诊 都得要进行零加7自主防疫 这段期间是禁止盗效 但如果未被匡列 还是担忧疫情的话 也可以请防疫价将不列入 出缺前进入 回到学校就得面对现实 乖乖交出作业 累积整叠作业部 老师看得心好累 北市学生们在两周前 实施线上教学后 这周起终于重新回到校园 他们都感觉像生三年级一样 然后一回来还在大早前 简直就放了一个寒假回来 他的头发如什么呢 天年绣刀 来 打个鼓励一下 线上孩子没打疫苗 家长请防疫驾在家 统计复课第一天 北市大家国小共310人到校 进行线上线下混合班 老师两头都要顾 但早就习以为常超上手 反倒是同学们在家上课 上到快憋不住 邻居们更是快要动尾条 上提议课楼下有没有骂 有没有骂 二楼的阿嬷 很巧 就课也比较少 没办法上到我喜欢的课 一直要盯着银幕 然后休息的时候就很无聊 没办法听清楚 有些时候还会断断去试试 只有没办法真心听课 为了掌握孩子们的身体状况 国小到高中的学生 中央从6月6号起 也会免费发放每人四季快筛 但有学校反应试试 根本来不及送到他们手里 快筛季这个部分 今天还没有收到 希望这个快筛季赶快来 也是确保我们的小朋友 来学校的一个安全 孩子们开心等到实体课 爸妈也能松口气 更希望这好不容易的复课 不要再零食和咖 解台北综合报道 新冠肺炎疫情持续的延烧 阳明交通大学研究发现 由小包子灵芝所分离出的 灵芝免疫调节蛋白GMI 能够预防感染新冠病毒 这种免疫蛋白可以促进 细标上的ACE2受体 产生内吞作用 使得ACE2被瓦解 而病毒也就自然找不到受体 自然就没有办法感染宿主 目前这项研究是透过 物化吸气的方式投药 让小鼠吸入免疫蛋白 未来期望可以用在人体上头 抵御新冠病毒威胁又出现 曙光了阳明交通大学研究发现 从小包子灵芝所分离出的 灵芝免疫调节蛋白GMI 能够有效预防感染新冠病毒 GMI发现 它在影响宿主细胞的时候 会让这个ACE2跑到细胞里面 然后这个ACE2就会被瓦解掉 所以这个时候宿主细胞上面 就没有ACE2 所以病毒一旦碰到这个宿主细胞 它就没有大门可以跑到细胞里面 然后就可以来预防感染的功效 研究团队利用物化给药 小鼠通过呼吸道吸入肺脏 让GMI的免疫蛋白来到肺脏细胞 促进细胞上的ACE2受体 开始产生内吞作用 使得ACE2被瓦解 病毒就会找不到受体 无法感染宿主 另外在病毒方面 当GMI碰到病毒上的极蛋白时 GMI就会粘在上面 病毒就不容易粘在ACE2的受体上 达到预防感染新冠病毒的作用 不过目前这项研究是 透过物化吸气式的投药方式 让小鼠吸进灵脂免疫蛋白 未来渴望也可以用在人体上 对人体是比较没有毒性的 几乎测不到任何毒性 或是基因突变的一个议题 所以目前来讲 我们认为GMI应该是一个 广泛大家都可以使用的食品 把GMI做成一个物化的口喷剂 或是鼻喷剂 目前这项研究还登上 阿基米的国际发明展金牌奖 将来有可能会以保健食品的方式上市 期盼能够预防感染新冠病毒 降低疫情扩散 记者这么多 glad to be a profesor 感谢观看